我從北京到了香港 他們沒動我 我掌握這情況 那個時候在香港 我也經常來美國啊 英國啊 日本啊 到處跑啊 後來說要弄我的時候 我就到香港去弄我的錢 二十個小時不到 大家也知道我就馬上飛到英國 飛英國之前我的飛機沒有任何申請 到機場我起飛 他說沒有申請 我說飛 打電話給塔樓 塔樓這時候說你們可以飛 嘩就上過 到了空中的時候說 希望你們飛機回來 我們有緊急調度希望你們回來 我說飛出去 現在合法飛 文貴就這樣離開在香港 這種傳奇大片都拍不出來 這是真的 到了英國大家知道 到了英國是大概待了兩三天 我知道他們到英國就找我去了 而且我得到了絕密的情報 我從英國就飛到了紐約 2015年1月10號 在1月10號的紐約時間 也就是說下午的時候 這個 Burner無 綠帽的吳 吳征打電話 說我要給你緊急通電話 通電話啊 就是大家知道了 吳征通話就那一次 就是說代表中共中央中紀委 查封你所有資產 你的家人 你的同事都被抓了 就那一次的錄音 記得嗎 就那一次 1月10號 他打完這個電話以後 裡邊哭聲一遍啊 是吧 就是我們家人也過了 發信息單 都過聯繫了 打電話如何如何 誰誰又被抓了 去每次都上百個特警 啪就抓了 打斷腿的 打掉牙的 打龍的 打光了裸體的 拿槍把的倒的 都是那邊發生的 我坐在四季酒店的窗台上 我就給我幾個朋友打了個電話 我從現在起啊 過去的郭文貴已經結束了 我說我現在告訴你 我下一個所有的人生 就是開始滅亡 我打完這個電話以後 我說我跟你打完這個電話 我就告訴你 從現在起只有兩種可能 一個我被幹掉了 一個是我贏了我回中國了 我坐在窗台上 我那個同事 他通過電話我坐在那的時候 我看著我的隔壁 就是Time Warner 因為那個窗子 正對著那個時代大樓 我就是歪著我盒子看的時候 我這個上面還帶著我們 共同的標誌 我設計的 八一國企 哈哈 純軍的全中國就那套 只有我們有 就沒別人有 我帶著那個 這歪著頭 啪給我照了個照片 就那張照片 今天我開始真正的 是開始了滅共的開始 不是2017年 大家不要忘了 是2015年1月10號 是 那些人 是 那些人 感谢观看